大家好 我是木子阿姨 看一看这个是酸辣粉 看看这镜头给的怎么样 在网上买的酸辣粉 这是酸辣粉 我是给孩子这么做的 说吃这种东西不健康 但是我给它改良了一下 这个酸辣粉提前用水已经烫好了 我现在把这个水给它倒掉 酸辣粉的水已经倒掉了 这个不是说看孩子吃了没营养不健康吗 看我刚煎好的蛋 这是刚煎的两个煎蛋 我说煎一个还是说要吃两 放两个煎蛋放在酸辣粉里面 两个煎蛋放好 行 先放在里面 然后把调料放进来 给它做一个改良 这是什么 美味花生包 剪开 到这里 这个是写的调味粉 剪开 料包里的一个油 料包油 我感觉这包油的味道就是炸的那个花椒油的味道 好 好了 这都已经都剪开了 加了两个煎蛋 加了两个煎蛋 接着做 加一点昨天炒的鸡蛋 西红柿 多加一点西红柿 两个煎蛋 鸡蛋 西红柿 我是先用开水泡好了 把这个酸辣粉丝都泡开了 都泡好了 把那些多余的水逼出去 流的相当的水 这水样的相当了 然后 再加一点 好了 这还烂了一包 这是什么东西 没有写 这是什么调料 这个没有写 感觉像陈醋吧 好了 这个有营养的酸辣粉就做好了 我给它后期添加制作的 这样孩子吃起来总比吃那盒原有的酸辣粉的营养要好得多吧 这里面有两个煎蛋 还加了鸡蛋 西红柿 尝一下味道 尝一下的味道 嗯 不错 很美味 过来吃吧 海浪 过来吃吧 他现在他说他饿了 我再让他吃一个包子 说你要吃酸辣粉就必须要把这个包子吃掉 一个包子两个煎蛋里面 在家里面有的酸辣粉 还有西红柿 又加了西红柿炒蛋 又加了西红柿在这里面 营养够不够呢 哎呀 这还有一点调料 这怎么就这么忙乱呢 把这点 这个就全了 再调料哈 怎么样 这酸辣粉是不是 就是经过我的改造和加工 孩子吃了就有营养了 这个煎蛋呢 我就是用那个煎锅 直接煎了两个煎蛋 放在这个酸辣粉的桶里面 孩子这样吃一顿 也是很有营养的哈 过来吃吧 过来吃吧 过来吃吧